這個議會裏面有議員提出 不給某一個人投票 是沒有試過的 那他所引用的東西是議事規則第84條 說直接金錢利益 但你又沒有具體的事實 沒有具體的事實 只是說他是東亞銀行 因為這一次成立委員會調查 不是調查東亞銀行 是調查這個 體制的問題 是的 還有調查雷曼的債券那個問題 還有你政府的監管等等 等等的 昨天我也說了 如果你不讓李國寶投票 因為他是銀行的負責人 那你持有所有銀行的股票的人 都不應該投了 是不是 那你持有雷曼的債券 你更加不應該投了 所以大舊問蔡祥那些立法會員 誰有銀行股的 哈哈哈哈 有買銀行股票的 有賣赤匯豐 有恆新 各個都有 中銀 你說啊 申報利益 你有買銀行股的 是不是直接啊 這次你呢 還直接 所以有時些 唯一不好的就是 我把何俊仁上身 你說他打貴事 我質疑 我問他 我不是說他有 這個大公文匯就放我上桌子 說我指責何俊仁收錢 我就沒有說何俊仁收錢 我說你幫雷曼的傅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收錢 是不是 我說你幫他呢 作為一個律師呢 其實你那個 即我是分析 即我把李國寶 作為一個銀行的行政總裁 還有你持有股票的人 是一個利益 還有你何俊仁幫雷曼的傅賊 作為代表律師 你亦都可能有金錢利益 有金錢利益 是吧 再加上你其他持有雷曼債券的人 亦都有利益 即我是說這幾種 你沒理由單單只是抽李國寶 所以我覺得不是很對 所以就說我們要捍衛李國寶的政治權利 所以社民連三次都會反對李永達的議案 結果後來李永達就撤回那個動議 你知不知道他怎樣撤回 民主黨的人逼他撤回 哈哈哈哈 真是慘 真的 喂有時候這些事情好笑 你不用協調一下 你自己擋下去 你無緣無故被他提這個事情 他不知道 他提民主黨的人 嘩真是離譜 如果這樣 那你… 還有你阻止燈油 無緣無故被他阻止了四十分鐘 四十五分鐘 四十五分鐘 九個字 我們應該八點半就可以了 是呀 睜眼睡了 你已經想死了 也不是呀 我昨晚整晚最好的演詞就是那段 哈哈 很精彩 你上youtube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厲害 真的 大意想而 你未見大舅說的那段 雖然短短三兩分鐘 三幾分鐘的時間 對吧 但是那段話真的說得好 有火 阿長毛說他有火 有火就說得好 哈哈 好笑 好 多謝你電話 我們電話就聽到這裡 還有人 聽到過 聽到過 這位是阿輝 阿輝哥 阿輝哥 你好 阿輝哥你好 哈哈哈哈 哈哈 我都反正 尋問你幾時叫人說規矩 哈哈 好 繼續 阿輝哥 很開心的打到進來 OK 怎麼樣 是啊 我今天看的youtube 看到你講的那些 我覺得很好 因為連民建聯那些人 都要為了民意那些 他們都要轉台 沒辦法 因為你要選舉 所以民主很重要 你明白嗎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踢爆他的投機 你明白嗎 封派 我們要踢爆他 不然他就攬上身 那些建制派的報紙 就幫他吹噓 說全靠民建聯 為民請命 用這些標題 大哥 他會舔這些東西 我不會讓他佔了便宜 然後賣乖 你是形勢使然 你沒辦法不投票 是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 你有民意基礎 他都有很多個直選議員 你不可以玩的 是嗎 是的 還有我想說回之前 扔招 我覺得 大狗 最後我看到他講了一句 他是說香港這麽扶著社會 一千元都給不到 我覺得有些感慨 不過現在都給到 口味到 你給他這樣說 你覺得有些感動感慨 是的 感動 是的 我們在立法會 真的整天都搖頭探飾 真的 是的 你知不知道立法會這麽多年 我由90年做到家客 你知不知道最多人用的詩詞是哪句 我就不太知道 因為我以前有 我自己聽這麽多年 最多人用的詩詞就是 用這個財政預算溫也好 鼻腩用了 真的 好 那你們繼續努力 我們回支持你 好 多謝你 我們電話就聽完了 今天為什麽遲了少少開咪 台長又播了我那段 所以我們聽到兩個電話報數 其實連續這兩天是星期三 還有今天其實有三個動議辯論的 一個就是那個雷曼那個 那個是一個決議案來的 大秘書通過了 分組投票 另外一個就是 輔助這個重小企業的 那個也都是 其實有些修正案 到最後也都通過了 還有一個就是 對於那個現有加價 就是加快減慢 其實香港一向都是這樣的 現在那個環境局長 就是說有空間 邱騰華就說有空間 其實就是那些油箱 就是那些油箱就在那裡搏夢 又繼續吃價吃鴿 什麼都一起搏夢 因為你看到 在這段時間裏面 短短大約幾個月而已 由150元 變成五十幾元 那個油價的波幅 是吧 就是它升 下跌摑八鐵 而且時間很短 有空間就在下跌就 głos 他擺明就是假裝的 你明白嗎 即使七號 speakers are blessed 你在加拿大 在美國 我的子女打一下 弦正 나와著一些油價 天天都不 faire 分 mode 爸媽的 也把牌子錯指一來 追為有夠 번 你明白嗎 就是我最近去加拿大 人家跌到1 Cum 1 有時候他說早前低到九號多都試過了 所以香港怎麼會這樣 當然仍然都是15個多 就是壟斷 你去到看他排年15個多 今天不知道是14個多 我不知道 壟斷 每次入油一次就火滾一次 真的想遲些把炸彈炸掉 真的離譜 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 政府當然是自由市場 我們不可以操控價格 說這些話 我今天跟局長說 你政府沒辦法 你的職員不可以這麼厲害 我説你成立一個油價監察委員會 就委任憂文進去 真的 每天撐他 憂文不僅扔招 只是扔燃燒彈 每天撐他 是很離譜的 謀取暴利 然後壟斷 香港油價 譬如我們入油季幾個月 就是幾個理由 第一就是燃油稅 是吧 這個燃油稅 就是 一半以上的我們入油 很可怕 當然這個是政府收入 第二就是地價 那些油站那塊地 它就轉嫁在我們消費者身上 它當然是佈大一點的 是吧 譬如假設一公升 它當有兩毫之一油價 它就收你三毫 當然是這樣的 第三就是壟斷 是吧 你三間公司 就壟斷了所有這些 寡頭壟斷他們幾間公司 其實是夾價的 當然夾了 大哥 有好處 如果它互相競爭 鬥便 你去美加不行 你去美加 隔個街口的價錢已經不同了 它不會跟你鬥便 是吧 是差一點點 不同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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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屆的價錢 是差一個仙兩個仙 香港沒有公平競爭法 沒有反壟斷法 是吧 然後經常就說自由市場 是吧 那些人間有干預 又不等於不是自由市場 是吧 自由市場不等於不可以干預 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所以我都算好 人們以為我亂提個質詢 說經濟基於委員會 為什麼沒有中小企業 基層代表 結果我那段話 最多人講 你知不知道 今天見報 我提過第一個口頭質詢 曾鈺誠說 多怕我不照稿讀 他批准他 是要照稿讀 你寫了一堆人去被施署 你知不知道 你的新丁 多怕我不照稿讀 我叫那段東西讀多悶 你知道嗎 然後我讀完之後 這個財政司司長 答完之後 我要跟進 一個問題 我講了五分鐘 是呀 很容量 講了五分鐘 真的很照顧你 很容量 不要怕我扔招 OK 休息一會回來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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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